我怎么有点怕痛 把自己放的好办 掐出来好得快一点 你掐就紫了 等一下可乐和半瓶 隔打三百就好了 我们想吐了 网友说 我爱你三个字 讲出来只需要三秒钟 而正名却要一辈子 而阿丁对小月从来不说爱 却试试透露出 他对小月的深情 天太热了 小月中暑了 头疼牙疼浑身都不舒服 正在收拾碗筷的阿丁得知后 立马放下手里的活 给小月揪沙 小月有点害怕 他不想揪 因为揪沙很疼 可阿丁说 中暑了 村里老人都是这样做的 很管用 暗卫小月 只要把沙揪出来了 很快就会好了 阿丁一边给小月揪沙 一边嘱咐小月 待会儿再喝上半瓶可乐 打个格就会好了 最关键的是 这个阿丁出门干活之前 他还不忘给小月 把风扇给打开 大家看到这感动之余 也不忘提醒阿丁 刚揪完沙 可不能对着风扇吹 因为揪完沙 汗毛孔打开了 风一吹容易受 不看很多网友都留言说 真的是特别羡慕这种夫妻 不需要男人都有钱 只求这个男人的心里眼里 都有你 而阿丁就是这样的人 句句不提爱 却做尽了爱你的事 因为两个人对彼此的默默付出 才让平淡如水的生活 有着丝丝缕缕的便宜 如果是你 你喜欢阿丁吗 你喜欢这种生活吗 感谢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